种出又大又好的番茄,看似简单,其实也不易。 然而只要你遵循以下这五个养护手法, 即使遭受不良气候的影响, 你的番茄也不会辜负你的期待。 1.抹芽 番茄长到一定高度,在组织和叶片之间就会长出新芽。 我们称之为叶芽。 它的生长速度很快, 如果任其生长,就会长成粗壮的结果枝。 它们会分散营养,并且不好支撑。 所以叶芽需要及时去除。 所以每次浇花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认真观察。 发现叶芽随手掐掉,这就叫做抹芽。 抹芽最好等叶芽长到10厘米左右。 抹芽的时间段选在上午, 此时很容易掰断,断口整齐,不伤筋感。 如果发现叶芽已经长得非常粗壮, 就要用剪刀剪断,断枝还可以用来扦插,繁殖下一波番茄。 2.去侧枝 从番茄根部萌发出来的新芽,长大以后称之为侧枝。 侧枝也会和主干争夺营养。 通常情况下都要去除。 如果侧枝非常的粗壮, 植株空间足够大,并且已经做过。 侧枝也可以保留下来一到两只。 3.打叶 实践证明,大番茄是一定要定期打叶的。 只不过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每次不要剪太多, 只要针对底部重叠的叶片, 以及枯黄,发病的叶片。 在番茄挂果期间,要剪掉遮挡果实的叶片。 让番茄多见阳光,及早转色。 而种植樱桃番茄就轻松多了, 通常都不用打叶。 有关番茄打叶的更多细节, 大家可以查阅我以前的视频。 4.打顶 种植大番茄还要打顶, 无论是限定性或非限定性的番茄。 家庭种植,根据你菜床的大小, 同时留三到四层果, 就要打顶限制生长。 如果你是在花盆中种植番茄, 为了得到高质量的番茄, 挂果三层即可打顶。 樱桃或葡萄番茄可以不打顶, 但超过支撑番茄的枝条还是要去掉的。 还有一个原则是, 一旦发现植株瘦弱, 果实偏小, 那么就需要更早地打顶, 让番茄集中营养。 为了得到高质量的番茄, 梳果也是必须的工作。 为了新手朋友更容易掌握, 每组番茄最多就保留四到五个果实。 而梳果的时候, 我们就挑选小的, 畸形的果实。 不要轻信, 要去掉什么最大的, 等等理论。 梳果的工作也需要你随时观察, 自然越早越好。 这就是为何我建议大家每次浇水的同时, 来完成这些工作。 这五点番茄最基础的养护要点, 只要你做到了, 真的可以保证你种植的番茄年年丰收。 真的就这么简单, 感谢转发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